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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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东糖厂是怎么找到的 其实第一开始当然是透过朋友 我去看一个设计展 然后很喜欢那个环境 然后就觉得这里蛮好的 我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就跟朋友讲说 其实我很想回台东 但我想找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他们就说这里有 然后就引进 那个阿水工房里面的水扫 然后就这样很快 然后就带我去看了几个空间 然后就透过台塘 然后让我进去看 我一看它整个是黑的 是沥青 就已经有一点像 进去是实验剧场的感觉 当然里面是仓库 所以里面堆满东西 杂物等等 可是我可以想象 这些东西拿掉之后 其实就是一个实验剧场 所以我就第一时间 我就很喜欢 我就说好我要了 可是当我决定我要的时候 我都还没想到 我根本没有 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没有钱 对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勇敢 说没关系 先签了再说 所以我看完那个场地 第二天 我是简讯给他 还是我忘了 然后就说你一起来 我们要签约 然后就去看了那个场地 然后去了办公室 然后就签布拉瑞兰舞团 然后我们就进驻了那个地方 不过当然这个 我们说没钱 就是没钱 当然有没钱的做法 可是有一点 太不值得 就因为真的没有钱 就第一 我简单说 就是我们进去之后 发现那个排列场里面 就那个仓库里面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问了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要怎么清 就很简单 就找搬交公司 清洁要一笔钱 对 可是我 因为他里面 这一千块两千块都不到 我拿了 怎么可能五千 我就跟他说 那怎么办 他就说好 那我们就在联书 找事工 看看也没有人来 对 就不是那么严肃 就是你知道 小美你到底写了什么 你就找到一群人来 把这些东西搬走 所以小美到底做了什么事 应该也就只是 po文吧 我也不知道说 因为怎么讲 因为也刚回到台东 然后我到底能找谁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然后最简单的方法 就大家都在玩脸书 然后就上去找说 我们要整理仓库了 可是里面有成堆 成山的东西 我们该怎么办 然后可能没有钱 请搬家公司 因为原本想说 搬家公司最快 然后我们想说 都回到台东了 应该有些部落的小朋友 或是大学生吧 可以来帮忙 就想的 当时是这样一位 很瞬间就可以好了 可是后来 其实大家也要上课 也要上班 来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可是这过程很微妙 大家会自动排班 而且我们刚进去台糖 我们不知道周边有什么吃的 我们几乎一整天 从早到晚上 都在整理那个仓库 可是就有人开始讲说 你们中餐 今天谁帮你们准备 我说我不知道去哪里吃饭 他说好 那今天中餐我负责 然后我就再po了 讲说感谢谁谁谁 就是台东的朋友 宋恩或者是石南亚 会帮我们准备中餐 然后有人看到这个po文之后 他就讲说 那你们明后两天的晚餐 中餐又是谁负责 我认领了这样子 对 大家就自己排班 我们的餐点 然后要不然就是会问说 你们现在还在那边吗 是 你们那边几个人 要喝什么饮料 要送什么什么过去 然后就是他会很默默的 大家都 因为我有用那个表单 请大家报名 就表单上面其实没有人报名 一个都没有 对 但是来的人就越来越多 那当天其实 第一天我们 我们签了合约之后 我们就隔天就要去开始整理嘛 然后就只有我们两个 还有一个弟弟就部落的 他带来的 然后我们三个人 然后就东西那么多 我们怎么办不可能 但没有关系 我们先这样好不好 动工开工 我们先祈福祷告 但因为我们各自的信仰不一样 然后他有他的方式 然后他有他的方式 都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成心就好了 对 所以他就准备了香烟酒 檳榜 然后就摆好 然后怎么办 好 那我们就各自 用自己的方式这样 然后就 就 就 祈福祷告 那天其实我们到的时候 其实是 感觉是要下雨 是阴天 对 是因为要下雨 那天是八点 八点多一点 然后等到烟 烟 这样子 风吹 抽完了 然后时间 大概 二十几分钟 半个小时后 然后阴天 然后突然 就太阳就出来 然后整天天 天气非常好 然后看 哇 这天气这么好 然后他就说 老师你是不是很诚心 刚刚 在拜拜 我就不然怎么办 我根本不知道 我第一次 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没有信仰 其实 就那一刻 我就从开 就是动工 一直到今天 我就开始习惯了 就会跟祖灵 说说话 对 快过年前的两三天吧 然后可能是木工师傅 或者是水电的 就讲说 哦 那个灵定 啊我今天下午可以跟你 我拿那个收据跟你去结 那个嘛 工程款 我心里实际是有一斤 我想说 要结工程款 然后前一天刷布置的时候 里面是空的 那天刷布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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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布拉说 当初舞团要开的时候 其实也只有 春款没有一两千块 小美对这件事情 应该感受我很深刻 因为你是舞团总监 你也是舞者 你也是美术设计 你也是 对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也算了 可是就是想说要把事情做完 然后因为应该怎么讲 东西真的很多 要做的事情很多 它当然也不能快 就只能慢慢 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做起来 可是在过程当中 其实每次 有时候很累的时候 我一定会 还是会想跟老师抱怨 他在台南的时候 第二天的演出分享 他有讲说 你们有看过一个行政会 对那个自己的老板 或什么翻白眼的吗 我就跟全世界讲 对 他常常跟人家介绍的时候 他会说 最会翻白眼的行政 你敢对布拉翻白眼 对 你好大的台字 因为我也很直接 然后可是应该是说 老师也很信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信任 可是我很感谢这个过程 是他都会让我去发挥 回台东跳舞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跳舞很重要 回台东也很重要 其实应该这么讲 在外面有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 以前在原舞者 也有在做表演 然后所以是自己 喜欢的事情 可是一直想有一个机会 可以回台东是最好 因为还有一些事情 是想回到自己的部落 家乡去做 假如能回到台东 我还能继续跟表演有关系的话 那就更好 然后应该是说 跟老师认识的时候是10年 百合练 然后大概我们快演完了吧 跨年结束 我也要准备离开原舞者 然后有时候会上台北啊 去老师家玩 然后就会讲说 是不是要回台东了 然后我们就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有要准备 有取一个很诡异的名字 什么名字 反正没有成真嘛 应该可以讲 布拉纳格舞团 很棒的名字啊 因为常常有人会讲说 你在哪里跳舞 我在布拉纳边那个跳舞 就叫布拉那个舞团 那个时候有准备 可是就像老师讲的 可能那个时候就想说要回家 还没有把那一条路安排好 在舞团真正开门之前 你们应该有碰到很多困难跟挫折 我们1月5号 知道有那个地方 然后10号尽管整理 然后准备要过年了 然后就有讲说 欠钱不能欠过年 你要付那个工程的钱 对付工程款 然后有些要结 已经结案了 然后我一直在等 他说你什么时候要来问我说 呵呵呵 然后我心里都很紧张 等要付尾款这样 对 然后可能 快过年前的两三天吧 然后可能是木工师傅 或者是水电的就讲说 哦那个灵定 我今天下午可以跟你 我拿那个收据跟你去结那个嘛 工程款 我就说 我心里是有一斤 我想说要结工程款 然后我前一天刷布置的时候 因为我们才刚成立 所以我也才刚去银行开了一个舞团的账户 对 里面是空的 呵呵 我说我才刚开 然后我自己也清楚里面是空的 他说好啊 我下午去刷布置提钱给你好了 我就说 就很镇定 就很镇定 就说好啊 下午去刷布置提钱 然后就转头 嗯 怎么办 然后可是就那一笔就是对舞团的帮助 现在也还不知道人是谁 或者是他是一笔集合的款项 或是什么不知道 哦 然后因为他的汇款进来的方式是差不到人的吧 嗯 然后所以我刚好去刷 然后我就想说算一算大家到底要拿多少算一算 我就说 诶 怎么刚刚好 哦 我就提出来 就那一天晚上就把大部分的工程款 就截掉 然后我想说哪来的 好神奇哦 每晚自己都下来 因为他都 我都不会问这些 反正就是 他做他的 我做我的 然后这样 他通常说 诶 老师我们所有的那个钱都付掉 我整个下来都 你都付掉了 你从哪来的钱你付完 嗯 那当然这中间我就开始问 然后有一些一个一个 真不知道他是谁 对 然后就挥了一笔钱 然后就解决了这个这个问题 嗯 就是大家的帮忙吧 好多人的帮忙 真的 好多人的帮忙 每一个人的出现对我们来讲都是 嗯 诶 听说舞团到现在还没有冷气吗 哦 我前两天看到在你们脸书上的那些照片 我觉得简直就是太催泪了 这个太辛苦 每一个人没有穿上衣 然后爆汗 然后对 可是看起来就是很认真很认真在练舞 诶 总监说一下为什么还没有冷气 一样的故事我要刷布子 我才确定有 有有在准备了 因为真的会有点辛苦 有时候其实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当舞者 我会觉得真的好热哦 可是我离开排练场上面 我去做行政的位置 我想说天哪看着他们 我有点心疼 因为觉得 嗯 热是一件事情 可是因为没有那么的通风 舞者他一直在动的时候 他需要很大量的空气 对 然后就这样看着看着说 就转头就跟老师讲说 还是努力先 至少先准备个通风 就是因为他是整个是仓库 他可能没有窗户或什么 是 至少先让他通风 嗯 然后去准备这件事情 布拉里找到了一种 这群人很棒的舞者 嗯 对 我很 很幸运 因为当初我们 2月14号 甄选舞者的时候 当时 当然我有点私心啊 刚开始 然后回到台东 我本来想说 那就 找台东的舞者 然后是原住民的孩子这样 但后来想想 其实 你知道 要跳这件事情 很多人想要一个舞台梦 对 那我说第一年 其实应该 比较 不要局限自己 嗯 所以我就 开放所有 所以 有澳洲来的信 有 然后有香港人 搭飞机 跟林定说 我可不可以当第一个 因为我要搭飞机 回香港 然后 然后 就是有国外的人 飞到了台东去 audition 想要加入你们 对 然后台北 新竹 台中 台南 平东 高雄 南投 花莲 都有 都有 然后 突然觉得 这就是 我就像我们年轻 为了想要跳舞 然后进了云门 可能还有别的梦想 所以 一个人搭了飞机 去了欧洲 然后搭了27个小时 只为了要去考一个考试 对 所以一模一样 所以我看到那些人来的时候 我很感动 也想到 以前年轻的时候 想要跳舞 嗯 即使在台东 他们也都愿意 第一次听到他就说 当我想家的时候 我就会唱歌 当我唱歌的时候 我就知道 部落在哪里 然后第一次听到 我就再也没有忘记 在我想家的时候 我就会轻轻地摇晃身体 轻轻地摇 轻轻地摇 边摇边唱 轻轻地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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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地摇 轻轻地摇 轻轻地摇 轻地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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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歌聲在哪裡 我的部落就會在哪裡 剛剛裡面有一個女生說 我會知道我的歌聲在哪裡 部落就在哪裡 我聽到這兩句話的時候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動 布拉可不可以跟我們 介紹一下這個作品 拉歌 拉歌 我也不知道他會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當初在排的時候 通常創作的時候你不會知道 他最終作品會長得很怎樣 以前我可以用想像 可是我回到台東 碰到這些人之後 我沒有辦法用過去那種排練的方式 因為你必須要很 因為你以前只有三個禮拜 最多一個月 你就完成一個四十分鐘甚至更長的作品 所以你必須要 你知道 精英腦子想很多畫面 想像這個人從哪裡出現 在這個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都是自己弄想的 可是後來拉歌 這個作品不太能這樣做 但首先我做了一個事情 就是拉歌 那歌是什麼 那首到底要唱什麼歌 所以我想了很多 當然因為一二年的時候 我們曾經排過這個作品 所以我請小米來帶 可是一樣的事情 就回到台東之後 我就想 如果每一個人 有一首歌 一定要在台上唱的話 你會唱什麼 那你會選擇唱那一首 一定就會有故事 所以我給舞者的功課是 所以那首歌是什麼 那個歌跟你的生命的連結是什麼 那就會產生故事 所以剛剛你聽到的那首歌 也就是其中一位舞者叫樹林 因為她的故事背景裡面的其中 她學唱的第一首母語歌 是她的姑姑嗎 姨婆 姨婆 姨婆叫她唱的 所以這些就很動人 第一次聽到她就說 當我想家的時候 我就會唱歌 當我唱歌的時候 我就知道部落在哪裡 然後我第一次聽到 我就再也沒有忘記 結果她在台南演出的時候 她沒有講這 就彩排的時候 她沒有講這一個 然後我跑到後台就說 我永遠記得一句話 你一定要講 所以她就把它拿回來 因為這個太動人 是 對我來講 這些舞者某種程度 其實像小美 其實就是我的老師 因為對於歌 對於傳統的東西 其實我完全在學習階段 所以我必須仰賴他們 所以每次聽到他們的故事的時候 你知道 我就坐在下面 有的時候 是很感動 很感人 然後這些人很精彩 所以最後我很想要問 就是兩位 當然布拉 你可不可以談一下 布拉瑞陽舞團 在台東堂場 終於開門了 你覺得這舞團電影來說 意義是什麼 其實我當初 只是一個很單純的想法 只是在2011年嘛 我去了紐約 然後每次編完舞 我要上台 然後受到很多人的掌聲鼓勵 然後謝幕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都沒有 就真的那一刻 突然覺得很孤單 很感傷 然後就覺得 我家裡人不在觀眾席 當然不因為是在紐約 只是變成在台北也沒有 然後第二 我簽那個舞者的時候的時候 就多希望我簽的手是 自己舞團的舞者 然後邪區是部落的小孩這樣 那個時候 所以那個想法一直 只是想想想想 所以我就說 就是為什麼 來促使我想要回家這件事情 然後一等 11年一直到15年 真的回去 所以我其實我沒有 多大的報復 多了不起的 大家覺得我很勇敢 其實不是 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夢想 想要完成 如果不做的話 可能永遠都只是想像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決定 那當然回去之後 我又另外一個在想說 我們當然必須要很努力被看見 被誰看見 我們要擠破頭 要被國際看見 在國際舞台嗎 但後來就想說 如果我的爸爸媽媽都看不到 我到國際幹嘛 他還是看不到 那部落的人也感受不到 那些你感動的東西 所以我後來反向思考 就覺得說 那我們應該要做更多 回到部落的事情 所以我如果這些作品 可以一模一樣 你在國家劇院可以演 你在原本劇場可以演 那有沒有可能 也可以在部落演 所以我們更多的規劃 反而是 所以你要問我 有什麼期待的話 我希望布拉瑞亞舞團 除了可以分享給更多人 來聽歌 看我們的故事之外 我當然更希望他們 我們可以就這樣子 更自然的回到部落 演給部落的人 分享 我那天在台南有說 其實我滿常這樣說的 因為我一直會講說 我不知道老師到底看見了什麼 可以讓我站在台上 然後我就覺得 都可以讓我上台了 那我就繼續在舞團裡面工作 意義 我可以跳舞啊 然後應該是這麼說 他不太像工作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我有時候很愛抱怨 可是我想說 我到底有沒有要把他當工作 然後我自己在質問自己 好吧 我好像沒有把他當工作 就是回家 你跟著家裡的人 然後有時候 你家裡是做農的 那你今天要擦秧 你覺得會不會跟著家裡的人去擦秧 然後爸爸媽媽移葬移媽 是不會給我的薪水 可是我還是要去做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好像會比較像那種樣子 可是我到底要不要拿薪水 要不要有很多的薪水 還是要 又要過活 所以我的心境裡面 我一直問我自己 到底在這邊幹什麼 對 可是就會覺得 他在台東 我看到了很多小朋友 台東的孩子 他可以進來 在上面蹦蹦跳跳 就很棒啦 就有了 對 然後我也可以在上面蹦蹦跳跳 對 就有了 下一件事情 可以舒服的在上面蹦蹦跳跳 就最完美 所以音樂就是 有一個空間 對 大家可以過來 不管是小朋友 部落的婦女 爸爸媽媽 叔叔 波波 我們可能就分年齡分班吧 那好不容易 有一個地方可以跳舞 我覺得 對我來講 我很開心 然後我也很喜歡看到 有很多人 可以來這邊走走晃晃 這應該是 我覺得最棒的一件事情 布拉瑞陽舞團的拉歌 即將在台北雲門淡水演出 我們真的很期待到那天去 看布拉在舞台上 牽起部落的弟弟們的手 然後大家一起去恭喜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